夹面骑士中有这么一类骑士 他们都是使用量产腰带变身 今天多多就带大家谈点一下 夹面骑士中的量产腰带 第一个Smart Deco Smart Deco是莱欧骑兵变身时使用的腰带 登场于夹面骑士555 是为了守护欧非以诺之王 而被创造出来的骑士系统 于TVD47化由莱欧骑兵队队员正式变身登场 莱欧骑兵变身时 只需将Smart Deco往下一掰 就会出现古铜色的装甲包裹全身完成变身 头部这个大鸡蛋的设计源于希腊字母的Armercon 555中出现的骑士大都遵循这一命名规则 FET源于希腊字母的Fi Delta源于希腊字母的Delta Kaiser源于希腊字母的Kai 而在属性方面 莱欧骑兵拥有两吨的全击力和四吨的踢击力 与其他骑士系统相比差了不少 真是因为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取消了光子血液的设计 导致的变身时 还会自带一把名为加速刃枪的武器 平身收纳在大腿左部的收纳器中 根据使用可分为战斗刀形态的剑模式 和光线枪形态的枪模式 长相平平无奇 设定上却意外的强 剑模式时可以以每秒600万次的震动 与发散1000度的高热刀刃 简单的将对手切成两段 而在枪模式下 连续射击时能连射1200发 步枪射击则可连射300发强力的能量弹 怎么感觉这武器比人力还多了 真就买武器送腰带呗 在剧场版消失的天堂中 每位莱欧骑士都驾驶着 名为回旋攻击者的摩托 据说是以机动天马为原型设计的 两者在摩托车形态下 数据是完全一致的 但却没有变形功能 也是都人人有车开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 莱欧骑士在TV中只有6人 剧场版消失的天堂里 则是完全量产 看着人山人海的规模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巧爷的绝望 他恐怕也是量产最多的假面骑士了 假面骑士中的量产腰带 第二个 Mage驱动器 Mage驱动器是假面骑士 Mage变身时所使用的腰带 是登场于乌奇的量产骑士 在TV剧中只出现过三人 分别是 刀森真由变身的黄色Mage 由泛导让变身的蓝色Mage 以及由山本昌红变身的绿色Mage 而在剧场版魔法王国里 被大量量产 几乎人手一个 别看长得平平乌奇 在设定里 却有与乌奇强化形态同等的战斗力 整体造型是以龙为原型设计的 头部就像是被龙的爪子抓住的宝石 左手的充满力量感的巨大爪子 与魔法师指环相连 能够起到增幅魔力的作用 同时也是Mage的强力武器 后边有一条小小的尾巴 具有探测出后方敌人的功能 在剧场版中还出现过 名为禁卫兵的特殊个体 比起普通的要稍微强一些 背后披着强者象征的披风 但变身时所使用的腰带还是一样的 当然炒也是一样的炒 武器方面除了左手的巨大爪子 他们也能使用魔法师剑枪 不过与法爷不同的是 手掌部分的边线是红色 魔法王国的Mage 还多出了名为驾驭魔肘的交通工具 这样兜兜不由的想起了 哈利波特的魔法扫帚 小哈利其实他在魁力奇比赛大出风头 果然魔法师还是离不开扫帚 假面骑士中的量产腰带 第三个战级驱动器 战级驱动器登场于假面骑士凯武 由战级灵马所开发的变身腰带 是为了让人类能够在 海姆明界环境下生存而开发的 使人能够不吃下海姆明界果实 就能控制他的力量变身成假面骑士 还能汲取所种里的营养进行补给 也就是说带着这个腰带不吃不喝都能活下去 凯武里所有骑士都是战级驱动器变身 通过将所种装填锁定 再按下像武士刀一样的开关 腰带中心的所种就会被武士刀切开 让多多有一种几年前流行的 手游水果忍者的即时感 水果忍者是2010年的游戏 而凯武在2013年首播 不知道射击腰带的时候有没有借鉴 虽然作为量传腰带 但会根据所种的不同 而变身为不同的形态 变身后的能力跟本身的身体素质有关 要说凯武里最强变身长 那肯定非武岛贵虎莫属 毕竟战级驱动器本来就是战级灵马 为了贵虎量身打造的 用通常形态和通常形态对打 全剧没人是他的对手 和强化形态打也能有来有回 甚至用斩月打败了 用创世纪驱动器升级的真斩月 纵观假面 其实全系列能够越级刷怪的 兜兜一时间也只能想到 build里的老实人和胜任里的游礼 这两个一个是违心爆发 一个是装备优势 而主任可是实打实的技术碾压 我严重怀疑 把舞台剧的斩月圣吼放到TV 怕不是就没大将军什么事了 此外战级驱动器还具备 将装折手上的海姆明界果实 直接变化为所种的功能 同时还有防盗系统 会对初次使用腰带的人 进行身份认证 腰带右侧出现 相应的骑士图案 就代表验证完成 实乃凯悟中的居家旅行必备腰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兜兜 带你了解更多假面骑士小知识 感谢观看